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凌晨又被干掉了 被干掉是那是中国人 那是推特里的YouTube里的中国人 五个月前的我们在谈到疫苗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打嘛 就我们就谈这个问题 他说违反了规矩 五个月前的那是友谊在一个一个在查 涛哥的节目一个一个在被查 我做那么多节目 他没有时间 有朋友说涛哥你的节目讲这么好 为什么订阅量这么低 我们好的订阅账号都被干掉了 真的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怎么说呢 善良真实是真正的善良 但这个社会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就出了这种事了 那还好啦 我们03 05的账号依然就正常运作 我会把01的账号重新再往上 我们就背着这是一种游戏了 这是说句心里话 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荒谬 人类生活的环境的荒谬 真的这是乌龙之意的 川普 那川普 这是在川普的真相社会当中 他昨天今天凌晨吧 一直在挂在上头 讲川普 这是Newsmax的一篇内容 面对共和党开始出现一些竞争者 出现一些竞争者 和川普呢 其实在吸取了一些教训 没有太多的说话 在这个背景之下 Newsmax写了一篇评论的文章 它们不是他的社评 不是他的媒体本身的 但是是一篇评论的文章 那这篇评论文章就讲川普本身的 川普早已经受过考验 如果直翻的话 川普早已经受过考验 这是非常重要 那Newsmax现在呢 他也遇到了很大麻烦 美国的两家大 Director TV 两家大的开播公司 都把Newsmax给下架了 我们知道在保守派的媒体当中呢 一个是OAN OAN吧 另外一个是Newsmax 这是相对比较单纯的 就是比较干净的保守电视 它规模没有那么大 那福克斯呢 是比较规模比较大 但它确实有差 不是那么纯净的成分在里 那Newsmax本身 它的上来势头很大 它在一些单一的节目 和单一的一些活动当中呢 可以超过福克斯 如果它超过福克斯的话 它就会超过CNN ABC都可以抗衡 所以但是 如果它遭到美国 AT&T跟Direct TV 所谓开播电视来讲 这是很大的分销 很大的平台 被平台出名 那就很麻烦 对吧 你卖个货 阿里巴巴不给你卖了 淘宝不卖了 那就 那对于人来 对于一般开店的来讲 这基本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 真正具有保守思想的 坚持保守理念的 不仅仅具有保守思想 坚持保守理念 在它现实环境中的 目前依然在处处的打压 那给我 这是就最近这两天 给我的感触 给我的感触 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大 力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 我们的网站 这个02的账号 已经三次被干掉了 三次被干掉 从去年的 应该美国大选被干掉一次 美国大选被干掉一次 然后这个 去年 就这个时候 再往前 被干掉一次 是因为 是因为这些 病毒的问题 那这一次又是 又是这个故事 所以 所以它直接了当的 评论就这么评论 那它评论的基础 应该是在 是它的 它的利点 是在共和党初选 然后就列举了 文章写的蛮长的 就列举了整个 今天拜登政府 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阿富汗 通货膨胀 我们现在看到 包括气球 这就列举了整个 拜登政府的一切 然后就讲述了川普 在讲述川普当中 他曾经 他也列举了 在共和党当中 包括黑利 蓬佩奥 彭斯 那以及这个 这个德桑迪斯 这些有机会要竞选人 他都列出来 那列出来之后 他大概的概念就是说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任何其他的共和党人 都不具备 川普在这四年六年当中 所经历过的整个的经验 而经历过的经验 包括国家的苦难 包括对民主党 美国左派势力的这种 这种斗争的坚持 就是从整体的一个层面 大到国际社会 然后到一个国家 到一个他的执政 到国内的经济 到国内的安全 那而他在抗争的一切 包括美国左派的 法律的一切 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人 拥有川普这一份资历 和他的不放弃的这一份品质 而这个东西 是不是任何人有的 没有在川普左右 在共和党左右 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 这是真正 这确实是真实的 这个无容置疑 德桑迪斯无论怎么强悍 他没有这一份东西 而看到的川普的一些 法律纠纷呢 是来自于他这样的抗争的强硬 而不喜欢他的生命 在迫害他 迫害他 那在共和党当中 就成为了一个镜子 有些人从利益的角度来讲 就会抛弃他 而他自身又不放弃 他在经历着承受 这一份压力的本身 在依然不放弃的时候 这是没有任何人 用这么一份资历的 这是真的 在文章里 他暗指了德桑迪斯 暗指了德桑迪斯 是指说 他只在佛州的环境当中 那在一个 在某个背景之下 他成功了 但是在他 德桑迪斯从来没有经历过 川普所经历的一切 那在他 如果真来到华盛顿DC 他们都把华盛顿DC 看成是 左派的老赢了 真来到华盛顿DC 那在遭受那样的包围的背景之下 一个没有经历 没有这种经验的人 那德桑迪斯 那就很难 就很难做出保证 他不会是一种欺骗的行为 这种欺骗的行为 是指说 政客在竞选时 可以承诺一切 在成功之后呢 他可以背叛一切 但如果在需要竞选的时候 他就再承诺一切 这是政客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看到 西方太多政客 确实基本就这么一个操守 那人们说 好了伤疤忘了铜 他也不是 在这种政治的框架体系之下 那选民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选民没有更多选择机会 他是一个完全被控制的 那当选民没有选择机会 有一个很大的标志 就是选民数量 就人们不愿意去参与政治 选民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投票人越来越少 比较典型就是新西兰 新西兰 加拿大 几乎就绝对大多数人 根本都不去投票 他知道那东西都是欺诈 投不投都是欺诈 所以这是今天 如果人不去投票的话 代表这种所谓的社会当中的 他的道德沦丧的程度 因为都是欺诈者 而希望需要真实的地方 讲出真实的地方 全都被封杀了 那好人 正常的人 他就远离了 因为谁 对吧 这个蛋糕再好吃 那你 他不能在洗手间里吃 你洗手间再漂亮 你不能在那里宴请宾客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以为这是一个故事 那文章里 他写的满满 我以为蛮有力度的 蛮有力道的 他里面先列举了 拜登总统的一系列的 无可推卸的灾难跟失败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清楚 任何人都可以明白 他所做的一切 那通货膨胀 天然气 人们日常生活的费用 那旧金山到纽约的犯罪 那人们 而且其他城市的激增 那边界的危机 整个在主导之下 世界不安全 阿富汗的故事 那中共国 中共国真正这种 侵略的威胁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一个气球 普京对美国利益的 那种冲击 那在拜登的支持下 进攻了乌克兰 朝鲜的一切 然后说谁是真正最合格的共和党人 就是川普 川普拥有强大的保守治理记录 他在民意调查中 击败了拜登 ABC的民意调查 48比45 ABC他故意这么选 因为ABC是左派代表 那共和党最不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候选人 他说的正确 他什么都正确 但是呢 当他如果来到华盛顿DC的话 他会屈服于左派 屈服于政权媒体 他就叫政权媒体 左派的媒体跟左派的势力 他这里呢 用的是他呢 其实暗指的是德桑蒂斯 这是没错 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做总统 第一天答应的非常好 然后成功之后就会背信其义 但只有川普 只有川普兑现他竞选的承诺 这是真真正正的 兑现充高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正的 有责任的 那政客不是 政客绝对不会兑现 所以今天的共和党人 他说超过了布什 麦凯恩跟这个罗姆尼的政治 那他们已经不是了 今天应该是川普 川普在交汇共和党人 如何战斗如何胜 如何获胜 是 其实这就是当初 这个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的赌注都在美国中期选举 就是建立这么一份 真的是建立这么一份 因为在中期选举的时候 七一代就是一个整个翻红之后 那共和党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向川普党转变 就是转向一种军权神兽的故事 那但但但没有成功 真的没有成功 但又谈不上失败 那因为期待的成功的份 期待成功的那种期待很高 所以看到结果是这样 外国主管尊重而惧怕他 这个这个SIS没了 朝鲜被迫谈判 那伊朗协议臭名昭著 中共国惧怕他 他把首都搬到了耶路撒冷 普京不敢入侵俄罗斯 这是可以看到 打塔利班如何如何 然后下面就对比了跟拜登之间 之间状况 然后他谈到他任命了三个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个成为了一种功绩 那他这是命运所致 那当然呢 大家对期待 对大法官的期待 跟川普个人的这个故事 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很多是失望 确实是 这也真实 确实是失望 但是无论怎么样 他是保守派 在政治竞选当中 他就会这么讲 确实是这样 那而他的保守派呢 保守派的本身 这三个人 虽然在川普个人的问题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不尽不尽人意 但是呢 他并不会像 这个这个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罗布茨那么糟糕 四年任命了 五十四名巡回法院 而奥巴马 八年任命了 五十五名巡回法院 他可以击败所有 就是川普不仅 一两位数击败 所有可能的 共和党提名者 他完全可以战胜拜托 那当然这里面 唯一的问题就是 如何解决选票问题 如何解决投票问题 其实他早就击败了 他也一直是胜利者 但是美国这个选举 到底应该怎么办 到底应该怎么办 所以下面提到 德桑迪斯 提到了黑利 提到了彭斯 那提到了这个蓬佩奥 那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有才能的人 他们的一切的才能 他们的一切的才能 都是在川普 作为四年总统 背书下而出现 这个话就说得很 作为竞选口罩来 口号来讲 竞选的一种政治语言来讲 是非常不得了 对吧 那德桑迪斯 彭斯 蓬佩奥 黑利 他们成功的一切 是有赖于川普 作为总统的四年 那他们都不具备 川普的素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神经许的一种政治语言来讲